做这个长视频啊 说这种我自己的这种事情啊 其实很大原因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我今年的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些判断 和今年我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一些事情 和大家来报备一下 首先一点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整个演艺圈 其实现在面临到一个非常尴尬的时期 传统的演艺圈其实慢慢的萧条下去 但是并不代表新的演艺圈 就可以立刻诞生的如火如土 这句话怎么说呢 我们说说几个点啊 第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月前吧 香港UA院线的全线关闭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好朋友关注过 香港的UA院线已经经营了36年 其实是香港最黄金时期的一代人的记忆 那这么大的一个院线关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呢 就是因为你的成本附和不了 那当然会有很多人说 那疫情的关系嘛 疫情导致很多人没有办法进电影院嘛 对吧 即使进电影院的话 那可能也要隔一个人隔一个人来做 所以的话你也不可能做得满满的 所以这对电影院现在是有很大的影响 这么说其实是没错的 但是呢 其实对于一个行业的基本判断来讲 疫情它只是加速了这些事情的发生 加速了传统影业的一种陌路 而不是说疫情是改变了整个传统影业 不就是 就可以 好啦